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有一颗心 可以是那么小的 也可以是那么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类的社会有哪些团队 他在开始收集人类 整个生命呈现的价值 所有宗教都在探讨生命本质 所以就要谈天年门 天年门这些的图腾 都是宗教图腾 就是每一个宗教团队 他开始要想知道说 生命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里我要想跟世间人 谈了一个世间的小故事 就是一个小和尚 有一天就问了老和尚说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 就跟这些宗教团队 在找人的价值 就是我们从行牛 要找这个牛的真正价值 叫行居 足居 他留下哪些价值 结果小和尚问了老和尚说 人活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老和尚说 明天你来找我 然后当小和尚去找他 他就拿了一块石头说 你这个石头拿到市场去 那你就放在那边摆着要卖 当人家问你要卖多少 你不能讲话 你只能比两只手指头 人家开价你不能卖 就带着多少价钱 你就带回来 不可以卖 所以他那一天就赶快 把石头拿到市太市场 就摆在那个卖的摊子里面 人家看石头蛮好玩的 小沙明要卖多少 他就把两只石头 他说两块啊 他说蛤 我说石头两块 他没讲话 就眼睛瞪了 那个是不好意思 就蛮漂亮的 那应该二十块吧 他听到人家开价了 石头拿着就跑回去了 就跟老和尚 老和尚我们花了 他怎么说 满山都是这种石头 每一个都二十块 老和尚说不止这样 你明天再带着石头 到博物馆去 到博物馆里面 很多人的知识广大了 这石头就不一样 但是同样的 人家问价钱 你也只能比两个手指头 这个故事谈的是 就用让他的心 自动来呈现他的理解 然后当博物馆问说 你要卖多少 他比两个手指头 博物馆的时候 两百块哦 他这个眼睛瞪的 哇 已经变两百了 结果博物馆 看他眼睛一瞪 吓一跳 没有没有 这么漂亮 最少两千块 哦吓 拿着赶快跑回去 跟老和尚说 老和尚 两千块咧 老和尚说还不对 你要到古董店去 玩古董的才知道 这个石头价值 说到古董店一百 那个说 哇 这么漂亮 你要卖多少 又两只手指头 他说你要两千 他一蹬 那我两万吗 吓自地跑回来 老和尚说 你那一天不是问我吗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就来自于你周边 他认识到哪边 他就有多少价值 不是你自己下 所以你的生命 要创造任何价值 每一个宗教 都给你一个价值 所以天年门要谈的是 这个故事 你找到每一个 生命的价值 叫做行机 天年门就是在第二个牛 叫行牛的足迹 人类的流程下来的 生命价值是什么 我认识到哪里的风筹 我认识到哪里的风筹 那里的风筹 你会去哪里的风筹 我认识到哪里的风筹